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3章开始的经文当中 一起来思想 祢怎么样的保守赐福和眷顾 我们要从这个以色列人身上来学习到 主啊怎么样 从摩西的祈求里面明白祢的心意 也在当中知道 主啊我们是何等样的蒙恩 求祢来保守建顾 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的查考 让你圣灵开启当中 更能够信得过你 我们求祢来保守赐福 我们以下的时间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来读33章跟34章 那我们先读33跟34 两章 从我开始 耶尔华吩咐摩西说 我曾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 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 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我要猜浅死者在你前面 碾出迦南人 雅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味人 耶布斯人 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因为你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百姓听见这凶性就被哀 也没有人佩戴装饰 耶尔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说 耶尔华说 你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我若一刹时临到你们中间 并灭绝你们 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 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带你们 以色列人从祝贺猎山以后 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 摩西素长将帐篷之搭在营外 离营却远 他称这帐篷为会幕 凡求问耶和华的 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就兜起来 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 望着摩西 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云柱降下来 立在会幕的门口 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口 就兜起来 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真有没有说话 摩西转到营里去 我有从当手一个少年人 问的儿子 给苏兜不离联会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跟付我说 将这百姓里上去 却没有叫我知大人 让他把谁与我回去 只说我爱你的名 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没有恩 我离牵坐在你的眼前 从你家里的乙道指示我 使我不认识你 找在你的眼前 朝理想到证明是你的恩 也会说 不必亲自和你回去 使你的安息 同心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回去 就不要把我从这里上去 我们在和事上 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 在你眼前 蒙恩你们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百姓 与地上的万里有分别吗 约华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 因为 你在我眼前 蒙恩 运求我按你的名正行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没有话说 我要显有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人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言语谁就言语谁 又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能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英华说 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 你要站在同时上 我的荣耀获获获的时候 我便将你放在蓝石穴中 将我的手遮眼里 用我的手遮眼里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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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刀 在摩西说 你要找出两块石 和先前摔跃的那短一样 其上的字 我要写在这板上 明日早晨 你要预备好了 上西乃山 在山土上 站在五面前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俊 辨山都不可有人 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吃草 摩西就找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清沉起来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南山群 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命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护己子 直到三世代 摩西急忙湖地下拜 说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又求你赦明我们的罪孽和罪恶 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耶和华说 我要立约 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成行的 在你视为的外邦人 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你要谨守 我要从你面前撵出雅摩利人 迦南人 贺人 比利喜人 西慧人 列布斯人 你要谨慎 不可与你所寄那地的居民立约 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国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拿退他们的住相 产下他们的木偶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名为祭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百姓随同他们的神 就行协谊 祭祀他们的神 有人叫你 你便是他的祭物 我可以为你们合力去 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们的女儿 随同他们的神 就行协谊 使你的儿子 随同他们的神行协谊 不可畏自己 召喚神像 你那首比月内所定的日期 是无效的起点 因为你是在羊比月内 出了安静 凡佛生的都是我的 一切尊处佛生的福 是牛 是羊 风的都是我的 佛生的鱼 是用羊羔带熟 若不会熟 就要打折他的底下 凡佛生的儿子 都要熟出来 神也不可空手 你们日要做工 必须日要安息 现在公众生风的时候 也要安息 在收割出手帽子的时候 要熟悉寂寂寂 就在年底要收藏节 你们一切人应 要一年三次朝建举 焰和堡以色列的神 我要从你面前感触 外邦能 扩张你的警戒 你一年三次上聚朝建 耶和华女神的时候 并没有人贪污你的地图 你不可将我寄屋的血 和有效的笔同线上 余夜节的寄屋 也不可流到长层 地理首先出手之路 要送到变了华女小店 不可用山羊膏母的 还不错山羊膏 耶和华跟摩西说 你要将这些话 心上问 我是按这话 两位他以色列的语言 摩西才能把那名四十周六 而吃饭和喝水 耶和华将这预论 画就是十条件 写在两条件上 摩西手紧拿着两位 马牌向西南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品 由耶和华和华的说话就发了光 导人和以色列众人 发现了华西的命名的那光 就好 她也进来 摩西叫他们来 与新来人和对方的官长都到他们 摩西就与他们说话 随后与各类人都进前来 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南山 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分布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 就用帕子谋上脸 当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说话就先接去帕子 以日出来的时候 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 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品发光 摩西又用帕子谋上脸 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 就接去帕子 好 那我们今天从33章开始看 32章我们就讲到 当摩西在山上没有下山的时候 那么亚伦被百姓逼迫就造了牛犊 那么神发怒了以后 摩西就求告神 那摩西就要摩西下去 那摩西下来以后就处理了这些事情 所以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对付罪要非常的严厉 对付罪要非常的严厉 那么对付完以后 那这个对付罪也有很多的要紧的事 因为立位跟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头立位了 后来就被上帝特别拣选 被特别拣选 然后摩西第二次到上帝那边 到再度的上上 那神那边去祷告 那么神就跟他讲 现在神现在这个不追讨他们的罪 但是不表示上帝不追讨 到了追讨的日子上帝必然追讨 好那接下来就是神就跟摩西讲 那这一个应许之地还是要赐给 还是要赐给这百姓 但是上帝说我不是跟你们上去 我不跟你们上去 我猜败使者在你们面前跟你们上去 我会猜败使者在你们面前 把迦南地上面的迦南人 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卫人 也不失人 一般我们称这个叫迦南六族 迦南六个民族 迦南六族 那要把这迦南六族给除灭 所以他们要把这六族除灭 那上帝说我猜死者在你们面前撵出他们 但是实际动手的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就是神会做这个事 那么但是以色列人却要在当中执行上帝的一个审判 那么神说这个牛奶与蜜要给你们 奶跟蜜是一种形容 因为奶跟蜜都不是你自己努力来的 因为奶是牛奶或者养奶 奶是什么 是动物 动物身上你去得着的 所以你没有耕种的劳苦 蜜是蜜蜂自己做来的 你也没有劳苦 就直接去收起 所以这两样就来形容 这一个上帝所赐予的丰富跟甘甜 上帝是你的丰富 是你的饱足 是你的甘甜 所以这是一块神眷顾的地 你并不需要很辛苦的耕种 上帝就会赐福给你的地 那么上帝就跟摩西讲 我会拆减死者在你面前 把这六族赶出去 然后我自己不跟你们上去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百姓硬着景象 硬着景象就不顺服 百姓对上帝的话不顺服 那百姓对上帝的话不顺服 那就会被灭绝 那这次我们一定要记得 神说出来的话就必然会实行 如果人不照着神的话走 一定会有后果 他不会没事的 他不会说上帝你的话 我要听就听 不听也没关系 不会那就不是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的话带着权柄 所以人听了就会蒙苦 不听了不听就会一定会遭受到 一些上帝的惩罚 咒诅在当中 因为他的话是带权柄的 不是人可以想听或不想听 所以神说他们硬着景象 就是因为他们不信 不听 不听就不顺从 不顺从就是不信 不信 所以他们信不过神 这个是一个 神如果在他们当中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上帝杀了 所以上帝跟摩西讲我不上去 好了 当摩西把这个话 转告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第四节 百姓听见这凶信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好的信息的时候 他们就悲哀了 这个悲哀是什么 因为前面上帝有讲 我现在不追讨 但我会猜我的死者 在你们前面引路 那么前面那一章的三十四节说 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所以他们知道上帝 只是把这个罪先怎样 寄放着 寄放着 那所以百姓就知道了 上帝是得罪不得的 所以他们就在当中悲哀 悲哀以后 他们用表示悲哀的方式 就是把他们的佩戴的装饰 摘得干净 摘得干净 所以他们就照着 一个上帝叫他们 把这些装饰摘下来 摘下来 就是给他们一个提醒 他们提醒 希望说 他们能够知道上帝是忌邪的 不要得罪上帝 不要做这些 上帝不喜悦的事 得罪上帝 所以百姓们 就把这些装饰拿下来 那么接下来就讲到 神跟摩西的一个互动 那百姓扎营的地方 那摩西 他会把自己的帐篷 只拉在百姓的营的外面 离百姓的营 有一段距离 有一段距离 然后他称这个帐篷 就是为会幕 这个会幕跟后面要造的会幕不一样 这个会幕只是摩西跟上帝 在新的会幕造起来之先 跟上帝见面的地方 那等到新的会幕造完了以后 上帝会吩咐他们重新安营 重新山营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是各个支派 大家住在一起 对不对 没有一个次序 没有一个次序 等到灰幕造好了以后 明书记的第二章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他们 你们这样 不能这样杂乱无章的安营 我们简单看一下 明书记第二章 到明书第二章的时候 上帝就吩咐他们 你们不能够这样 你想营章扎在哪里 就扎在哪里 不是 第二章以后 第一节 耶和法就小裕摩西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归自己的道 或者道就是那个大旗 或者是独 这个字念道 或者一般念道 就是大旗 就每一组有自己的旗子 有自己的旗子 然后对着会幕的视为安营 所以会幕这时候会摆在哪里 中心 中间 那我们简单讲 东边是尤大 尤大 然后第五节 以撒加 以撒加 第七节西部伦 所以东边有三个支派扎营 知道吧 然后行动的时候 第九节 要做第一队往前行 所以第九节说 属尤大营的按着金队 做第一队往前行 然后南边呢 第十节南边是流变 流变 十二节是西面 十四节是加德 所以南边也有几个 三个支派 然后行进的时候 是第十六节 做第二队 知道吧 第二队 然后中间的是会幕 会幕是归立卫营 第十七节 立卫营 第十八节西边的是以法连之派 然后二十节马拿西之派 二十二节宾亚敏之派 所以西边也三个支派 做第三队往前行 然后再来是北边 有旦二十五节 二十七节亚瑟 二十九节拿福他立 也有三个支派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会幕在最中间 知道吧 是立卫人在中间 知道 然后东边三个支派 西边三个支派 南边三个支派 北边三个支派 所以等会幕都做好了以后 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然后行动的时候 不能你要照次序 东边先行 知道吧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中间 然后再来北边 一对一对的往前行 整个是有次序的 因为他是耶尔法的什么 军队 军队 好我们再回到三十三章 可是在这个会幕 还没有做好之先呢 不是 摩西知道这个会幕 不能摆在以色列中间 原因就是以色列两还没有结境 知道吗 如果上帝的会幕在他们中间 他们不结的话 这样又得罪了什么 又得罪神 所以摩西就把他的帐幕 就安排在营外 离营雀员 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 会幕 会幕就是一个跟神见面的地方 所以他要 所以有人要求问神的 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那当摩西离开自己的营 到会幕那里去的时候 百姓都会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看 所以表示 远远的可以看到 看到 看到以后 那很特别 摩西进了会幕 营柱就降下来了 所以很明显 上帝跟他同在的记号 对不对 所以上帝跟他同在的记号 下来了以后 那么百姓就在 自己的这个帐篷门口就下拜 就跟神下拜 那么所以这就讲到当时 当时的情境 当时的情境 所以只要人要求问神 摩西要到那一个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就会出来在外面等 然后对着这一个 对着这个会幕下拜 第十一节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这是一个最特别的 摩西在整个圣经里面 我们用他 讲他面对面跟神说话 面对面 不是他看见上帝的面 因为前面等一下我没看到 他看不到上帝的面 而是这是讲到 他跟上帝的关系 是那么直接 直接 他可以跟上帝直接说话 直接说话 不像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 没有听到上帝 给我们直接说话 所以神对摩西有一个特别的恩典 可以跟他直接说话 直接说话 那这是这当中当然跟摩西的 对上帝的信心跟忠心有关 信心跟忠心有关 因为我们不太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没有摩西的那个简单讲 我们没有摩西的那样的一个信心跟忠心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能跟上帝面对面 因为我们很容易得罪神 很容易得罪神 所以我们只能在基督的保血底下 被主的赦民 被主的保血所遮盖 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跟他祷告 但摩西不是 摩西上帝特别给他的恩典 他有像神的那样的一个信心跟忠心 所以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当中 最忠心的一位 所以上帝就跟他面对面说话 许多人常常说 上帝怎么不跟我说话 我说上帝跟你说话 你会怎样 你敢跟上帝说话吗 对不对 因为上帝跟你说了 那你要不要照着做 那你如果不照着做会怎样 所以这个恩典 实在大到不得了 那我们没有那个心 很难去承接的 很难去承接的 那摩西不是 摩西就听上帝的话 所以上帝可以跟他面对面说话 他跟神非常亲密 他非常了解神 非常了解神 所以上帝可以跟他讲一些话 然后把他的心意告诉摩西 那摩西可以跟上帝求 对不对 所以摩西会照着能够回应上帝 所以这里讲 好像人跟朋友说话 朋友是一个神 看重一个人到一个地步 关系到一个地步 就用朋友 朋友 上帝第一次讲朋友的时候是谁 亚伯拉罕 那上帝说 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所要做的事 我会跟他讲 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上帝会跟亚伯拉罕讲 那耶稣后来跟门徒也是说 现在我不称你们是我的仆人 你们是我的什么 朋友 所以我要把我所做的事告诉你们 所以一个人被上帝称作是朋友的时候 是一个最尊荣的一个位置 就是不再是一个被造的仆人 乃是一个上帝把你看成一个 可以跟他一起同心同行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摩西 摩西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 那么可以跟上帝一起说话 那么这时候 每一次摩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他会一直带着 就是他的帮手 认得儿子耶稣亚 认得儿子耶稣亚会一直跟着摩西 因为认得儿子耶稣亚 就是先前带人去打仗的那一位 所以后来也是接替摩西的耶稣亚 所以耶稣亚有一个特色 也是非常忠心 忠于上帝所给他的指手 忠于上帝给他的位分 所以耶稣亚也是从福士摩西开始学习的 学习 那这个仆人有一个学习的要点就是等候 要耐心等候 我们侍奉的时候 常常要学习的是一个耐心等候 因为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我们会 我们人的本性是希望 我做工有果效 我努力有收获 我做了就有得着 那这是我们的本性 对不对 因为我们 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种软弱 因为我们软弱 所以我们总希望说 我做了就希望怎样 看得见 但是在侍奉的操练上头 往往不是这样 侍奉的操练 是要信得过神 所以他就要等候 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亚 你可以看到摩西上山 他也不知道去多久 对不对 然后他就要练习什么 等 在山下等 那摩西进去了 也不知道多久 他就要在外面等 那你说他做什么 没做什么 就是等 就是等 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等 我们努力做 然后就等 这是要 这个是我们侍奉神的人 一直在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再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人 做上帝功的人 我们常常是想要 很快看到效果 很快看到我们做功的结果是什么 那这样子不行 侍奉一个最要紧的操练 就是等候 等候上帝的时间 等候上帝的成全 等候 所以我们养小孩也是一样 带领小孩也是一样 也是一种侍奉 对不对 也是一种侍奉 那我们努力了以后 那不一定达到我们要的成效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等 要有信心的等 要有耐心的等 所以耶稣亚在当中 我们从他看见了一个 一个学习的人 神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等候 等候 好 那我们再回到摩西的身上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出去 想要救埃及人 救以色列人 对不对 上帝叫他等四十年 等四十年 就是人 人要能够信得过上帝 但是信得过上帝的时候 往往最难的功课就是等 要能够等 你努力了以后要能等 努力了以后要能等 好 那我们就看到 耶稣亚在这边 他跟着摩西 他就在当中等 但是摩西再回过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还是觉得不行 上帝说 我会猜我的死者在你前面引路 然后我不跟百姓同去 那么摩西觉得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所以这是摩西再来的一个祷告 这是摩西第三次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前面我们讲两个祷告的 是不是 这是第三次跟神的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 就是跟他跟神这样讲 他说你吩咐我把百姓领上去 你也没有说你要打发谁 你只是说打发死者 对不对 那我也不知道这死者是谁 然后你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好 这句话是神对摩西讲的 对不对 摩西本来跟上帝讲说 这个上帝 要不然你把我的名撤掉 是不是 那神说 神说 我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蒙恩 那我就怎样 我就把你的后裔兴起来就好 我不要这些百姓了 那摩西这里说 如果你真的按我的名认识我 我也在你眼前蒙了恩 那么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十三节 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所以摩西在这边 他跟上帝在那里对话 你只要派死者去 摩西说这样不行 谢谢 如果我是在你眼前蒙恩 对不对 那你要怎样 你要指示清楚一点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摩西求认识知道吗 这边你看 他说第一这里强调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那么也在你眼前蒙了恩 那摩西说 我如果蒙恩 那你就让我可以知道你的道好认识你 然后在你眼前蒙恩 所以认识跟蒙恩 这两个 摩西在这边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关键性 我们常常基督徒说 上帝啊 求你把恩典给我 对不对 让我可以蒙恩 但是我们没有摩西的这个祈求认识 认识 我们如果是只要恩典的话就可惜了 因为恩典的目的是来认识神的 那认识呢 这个词呢 又是比较特别的 认识呢 认识他的意思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经历 非常直接亲密的经历 认识不是知识上的认识 认识是一个生命上的经历 生命上的经历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这样 耶稣在耶和福音第十章 耶稣在耶和福音第十章就告诉我们 这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我先读耶和福音第十章的十四节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然后呢 所以这个认识不是一般普通的认识 知道吧 不是说我知道你是谁 不是这种认识 不是 耶稣说这个认识是 互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 那互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 对耶稣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一 和一知道吧 所以三十节说 我以父言为什么 一 就是和一 那么认识呢 在圣经的观念就是和一 和而为一 和而为一 所以当亚当认识夏娃 他们就生孩子 知道吧 就他们在身体上和而什么 为一 所以当我们讲认识的时候 这个认识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 那个是生命的和一 所以我再说了 它不是一个 一般这种 我们以为认识这个字 它是一个指生命中 非常亲密的观念 关系 那么 所以它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阳 我的阳也认识我 那么 它完完全全的 全心的照顾阳 所以它说 我是好牧人 为阳舍命 对不对 那阳就怎样 阳也全心的跟从它 也全心的跟从它 全心的跟从它 所以 我们要跟随主走 我们就要认识主 认识主就是我们 全心的跟从它 全心的跟从 因为它知道 它是好牧人 为阳舍命 所以我们就全心的 来怎样 听它的话 跟从它 所以不是知识上的认识 我们没有那么样的 智慧聪明 去认识主 到他认识我们一样 不是 这是一个关系上的 一个回应 先明白这个认识以后 我们再回到 《出埃及记》 33章来 所以摩西就讲 如果你按你的名认识我 那我一定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我跟神 有亲密的生命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上帝的福分 成为我的 上帝的丰富成为我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叫蒙恩 所以我们基督徒 求上帝的恩 是为了那个认识 为了跟神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是认识 所以我们不是只要恩典 而是什么 我们去经历它 所以摩西就讲 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 他就反过来讲 我在你眼前蒙恩 那你就要把你的道指示我 好叫我可以认识你 好指我在你的眼前蒙恩 那么神的道是什么 神的道其实就是神自己 知道吧 因为耶稣讲 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不对 所以摩西求的是什么 上帝你要跟我去 知道吧 直接讲究你要跟我去 所以十四节神说 好我必亲自去 你看到没有 上帝知道摩西的意思 摩西的意思说 你不要打发使者 我也不认识他 对不对 那如果要 那你 你要亲自带领我们 这才是认识 这才是认识 所以你要亲自带领我们 那神就说 好我亲自去 和你同去 是我们和尔本家的 那摩西就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跟我去 那你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 摩西蛮有意思的 先前上帝不想去的时候 他苦苦哀求 对不对 现在上帝想去 他就说 不行你要跟我怎样 同去才可以 同去才可以 好 那你不把我 要不然你就不要我带上去 因为你一定要跟我们同去 我们才是蒙恩的 你要跟我们同去 我们才是跟外面有分别 知道吗 所以 所以为什么摩西那么样的 上帝把他看成朋友 因为上帝的心意 他可以讲出来 知道吗 他可以讲出上帝的心意 好解吗 上帝没有讲的心 没有讲出来 但摩西会把他怎样 讲出来 所以这个叫知心的朋友 对不对 你要知心就是说 你可以知道对方心里的本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摩西在这里的祷告蛮有意思的 摩西一开始就跟上帝 摩西这个人很特别 你要跟神祷告要怎么祷告 用上帝的意思祷告知道吗 我们很难学的是这个 我们常常祷告都是我们要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什么没有错 但我们要什么 能不能照上帝的意思要 这才是难的地方 摩西想要进迦南地 但能不能照上帝的意思 照上帝的心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摩西的跟上帝的祷告就是 你的应许是这样 你的话是这样 那照着你的话 上帝你要这样做啊 那上帝就答应说好 好 那他就说对你要给我们去才行 你跟我们去 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眼前蒙恩 你跟我们去 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万民有别 对不对 所以十七节 耶和华神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了你 你看又回到这个蒙恩跟认识 看到没有 蒙恩跟认识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 当耶稣说 这是我的羊 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就是我们蒙恩的 知道吗 蒙恩跟认识两个是在一起的 蒙恩跟认识两个是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 主说我的羊认识我 我也认识他们 那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最大的恩典 因为我们因着这个认识 我们可以跟上帝不断的求恩典 我们也在这个恩典当中 不断的去经历他 不断的去经历他 所以使徒保罗在以福所书 就祷告说 求你开我们的心 对不对 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 使我们真知道你 对不对 这就是真的认识 一个人要真的认识上帝 不是那些知识上 而是生命中亲身去经历他 亲身去经历他的丰富 经历他的恩典 所以摩西的第三次的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 当我们得罪神 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求的就是上帝 你要让我们更认识你 让我们更蒙你的恩 所以摩西讲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那主耶稣讲 我按你的名把你们照出来 刚才一按福音第十章 主也是一样 对不对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叫他们 他们就跟我走 那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是羊 我们主按名照我们 我们就回应上帝 回应主跟他走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属主的羊 那主认识我们 换我们的名 召我们 我们就在他眼前什么 蒙恩 请问是不是上帝 其实想要跟以色列人去 对 所以神有点在闹脾气 神一直在等 就是说人的心 上帝一直在等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给我们孩子 给我们孩子 我们才知道那个上帝的心 对不对 你做父母的 你的心意 很想让孩子知道 那一个是你跟他说 对不对 可是让孩子慢慢长大 你希望怎样 你不用跟他说 他就可以回应你 是不是 这样才是长大了 对不对 所以上帝在等人 等人 在等 所以神就跟 神跟上母讲 我已经找到 和我心意的人 就是大卫 知道吧 和他心意 就是上帝可以知道 上帝要什么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去回应他 摩西真的很认识神 因为神之前跟祂说 我要伴你进家里 然后现在神跟祂说 我不要去 因为有太老的神迹 可是摩西就明明知道 神的这个意思 所以祂就说 祂就去安抚神 按买 就是 然后祂真的好认识神 就是祂真的很认识神 所以神真的要的是爱 知道吧 神是爱的神 那我跟你们以前讲过 爱是双向性的 爱不能单向 知道吗 单向不行 不是神爱我们 那单向就好 我们要怎样 爱神 这样爱才是一个 一个满足的爱 不是你爱孩子 孩子也要怎样 爱你 这才是 才是一个双向性的 信也是双向 你信得过上帝 上帝也要信得过你 知道吗 对不对 上帝托付给你 就是信得过你 那你爱他 他爱你 你信他 他信你 虽然我们很软弱 但是我们也要能够 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这一份的坚持 神对给我们盼望 但我们也要 在我们身上也有盼望 所以保罗常常讲 我是努力向着标杆 对不对 要被上帝来得着 他想得着我的 就是上帝在我身上的盼望 可以怎样 得着 所以神也对我们有盼望 知道吗 所以圣经就讲 我们不要让上帝失望 了解吗 不要失望 我们 我比较喜欢用孩子做比例 就是说 我们养孩子也是 在他们身上有盼望 对不对 所以 那这些都不是单向的 都是双向的 因为生命最可贵的 就是双向 双向 所以上帝照我们 就照他的形象跟样式照我们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回应他 像他爱我们一样爱他 像他那样信我们 就信他 这个 我们讲就是说 要认识神 这个认识的话 当然就是说 可能把它翻译成 可能是理解 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 不是理解 不是理解 认识 认识这个字 超过理解 创世纪 第四章底解 亚当跟孝 同房那个字的原文就是认识 就是 对啊 同房这个字就是认识 创世纪的第四章底 第四章底解 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隔阂了 那个叫认识 中文好像没有一个很妥当的整句 对啊 对啊 我们很难用一个字去代替这个字 他就是一个中间没有距离的认识 没有隔阂 没有阻碍 是这种认识 所以他不是只有理解 我说也不是 所以我也讲生命 合一 对合一 所以你的孩子认识你不是说 因为看你的外表 不会说大家都说这是我妈妈 所以他是我妈妈不是 他是发自内心肯定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到十七节你可以看到摩西这个 摩西为什么可以跟神面对面知道吧 他对上帝的每一句话 他信得过 这个才行 上帝你先前过的话我就怎样 信得过 你给我们祖先的应许 我信得过 对不对 然后你给我的话我信得过 这个就是 摩西这个人为什么上帝的话记得起来 因为他都信得过 所以每一句话他就怎样 把他记得 记得牢牢的 因为他就觉得上帝你说的话就是这样 好 十九节上帝就跟他讲 所以神还 我们可以说上帝很满意知道吗 至少有一个人贴心的知道吗 至少带这么多人出来 还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心 神就跟他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是到后面神要宣告知道吗 所以你看上帝很乐意的 要把自己让摩西认识知道吧 很乐意的让摩西认识 所以说我要显出我的一切恩慈 恩慈就是神那个良善的名 神良善的名 因为十八节摩西跟他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这时候摩西渴望见上帝的荣耀 渴望见上帝的荣耀 那么要记得神本来就是荣耀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神就是荣耀 那耶稣就是神荣耀发出来的光辉 所以我们看得到耶稣 看不到神 因为神是荣耀大到我们可以看的 眼超过我们能看的 所以摩西在这里不知道 他只觉得太感恩了 太感恩 太蒙恩了 所以他跟上帝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 那么上帝说 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 恩慈 这时候还不是荣耀 你要看荣耀 上帝说我把我的恩慈给你看 恩慈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什么 就是上帝用笑脸帮助你 笑脸帮助你 就是上帝很开心的要帮助你知道吗 很开心的要帮助你就是恩慈 很高兴的要帮助你 上帝说我把我的一切恩慈给你看 就是我的良善 而且这个良善呢 是要怎样高高兴性给你 高高兴性给你 就是他原来想要看上帝的荣耀 因为他没有见过上帝 只听到声音 所以他很想知道上帝你是 什么一个样子 让我可以看一下 那上帝跟他讲 我会给你净利的 我会把我的恩慈 我的良善 那么高高兴性的给你 欢欢喜喜的给你 然后我会在你面前经过 我会让你看到 然后宣告我的名 让你知道我的名是什么 名就代表上帝是什么 知道吗 然后就告诉他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就是恩待讲的是什么 你不当得而得知道吧 不当得而得才叫恩待 怜悯呢 怜悯就是当受而不用受 当受而不用受 就是说恩待就是 你根本不配得 但上帝说我要把这个恩 怎样给你 那怜悯是什么 你应该受的 上帝却不加在你身上 所以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 我们会说上帝啊怜悯我 知道吧 怜悯我这个罪人 就是我应该要承受这个罪的后果 但是上帝我当受的不用受 知道吗 当受的刑法不用受 不当得的恩典上帝把给我 就是恩待跟怜悯 所以神在这里宣告的就是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 怜悯谁 那么这里是神讲到祂的名 祂的恩慈 这里讲什么 讲的就是说 上帝不是用公义来对待我们知道吧 因为不当得而得 这已经超过公义 对不对 当受而不受 这也是离开公义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上帝用恩慈对我们 知道吗 所以上帝对待人是这样子 有两个最主要的法则 一个是公义 一个是慈爱 一个是公义 一个是慈爱 当一个人信靠上帝 上帝就用慈爱对你 当一个人不信 上帝就用公义对你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是上帝你不信他 他也不会说好 我就惩罚你 不会他就用公义对你 用公义对你 我不用恩典对你 好你不信我 那你所做的 该罚的就要受罚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 公义 公义 所以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只有把恩典收回 对不对 那接下来怎样 你要 就要被公义的对待 被公义的对待 上帝只是把恩典收回 你还是可以种地 可是地可以长蔬菜 也可以长荆棘 是不是 所以上帝可以不把恩典给你 但上帝可以公义对你 所以这里上帝让摩西看到一个 我会恩慈待你 我会恩慈待你 一个信靠我的人 我就用恩慈待他 那你不信的人 上帝就用公义带你 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我不信上帝 上帝就要惩罚我 不是 上帝说你如果不信 你就背自己的罪 知道吗 你就背自己的罪 你就因自己的罪灭亡 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所以要不然有一些人 会错误的想说 哇你们基督教的神 怎么可以这样 不信就下地狱 不是这么简单想知道吗 你不信 好那你不信上帝就用公义对你 那很多人就会 既然想说 这样我也没有犯罪啊 对不对 那我就要问了 你公义的标准在哪里 如果你公义的标准 是人的标准 那不算数 对不对 上帝审判是照谁的 公义的标准 神公义的标准 上帝公义的标准看哪里 看心 看人的心如何 因为心才是最不掩饰的 人看的是外表 对不对 人看的是外貌 但上帝说 我看你的心 看你的心 所以保罗就讲 你造作是非之心同坐见证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 那么上帝就跟他讲 我会把我的 你要看我的荣耀 那我给你看我的恩词 我让你知道我的名 然后呢 二十节你不能看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因为神太圣洁了知道吗 神太有荣耀了太圣洁了 所以这个不是人能够承担得住 所以这个不是人能够承担得住 不能承担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什么 面 蛮有意思的 上帝说 上帝说你站在一个大盘石 然后我要过来的时候 我会把你放到盘石的什么 里面 然后我用手把你这样挡住 然后我会经过 然后呢 我经过的时候手一收回 你会看到我的什么 背 所以上帝还是听他的祈求 但是呢 他不能看到面 他只能看到什么 背 所以摩西呢 还有实质的经历到神 临到他 知道吧 神有临到他 不是只跟他说 真的神的荣耀有临到他 但是神自己把他保护起来 然后他可以看上帝的背 知道吗 牧师 上帝在这边说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为什么他特别要说这一句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跟提醒 就是我们蒙恩的人 要随时提醒自己 我们是被恩待跟怜悯的 要不然我们会忘记 摩西服侍四十年最后还是怎样 还是出差错 我们要一直知道我们是蒙恩的 蒙恩的 所以我们要一直知道 我们是蒙恩的知道吗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世界 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身体 所以我们老亚当的毛病还在 老亚当的毛病大家知道 对不对 我们不经意就会怎样 骄傲 自大 自高 自私 我们不经意就会这样 上帝对我们恩典很多以后 我们会怎样 我们不经意就会觉得 就忘记自己是蒙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要很谨慎 要很谨慎 随时很谨慎 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 知道吗 只要我们不离开这个世上 我们就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只要 我在讲 只要我们不离开这个世上 我们就随时在什么 属灵的征战里 好 摩西那场可以认识水 可是呢 他又不能够见神的面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 可以见神面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神的面 要耶稣亲自为我们死 而复活以后 就是说我们身上的罪 真的被挪去了 所以我们一直会看到 耶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 祂的身体为我们剖开了 我们才有一条路到施恩座前 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见神的荣耀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要等到什么 护活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见神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摩西在这边 他知道 上帝说我拣选你的 我认识你的 对不对 然后我恩待你 要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人 我们是被恩待的人 是被怜悯的人 那这个话要一直记得 不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忘记恩典的人 然后再来我们只能看到被知道吗 被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见上帝作为之后的痕迹 知道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事先知道 但我们后面会看到上帝的作为 所以我们都是从上帝所做的去认识神 我们都从上帝所做的去认识神 比如说创造 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 因为他说有就有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从这个 认识这个创造的奇妙去认识神 比如说我们认识这个创造的奇妙 我们就说上帝你很特别 你竟然是这样造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 越认识自然界越认识神 所以有一些人说越认识自然界会 越不相信神 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越认识越知道奇妙 我们就应该越什么 越信得过神 所以我们看见的神的恩典 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祂的被 现在 那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跟神面对面 好 那么所以摩西这一段的祷告呢 我们整理一下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亲自见到上帝的荣光 知道吗 荣光 那么神要让我们看 所以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 神在意的是 祂按我们的名认识我们 我们也在祂眼前蒙恩 这就是最要紧的 因为耶稣就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按他们的名把他们招出来 这一节我刚才没有读 也是在伊汉福音第十章 我可以读一下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卷里的十六节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对不对 第十章第三节说 看门的就给他看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知道吧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怎样 领出来 然后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所以一个人信耶稣 你不听耶稣的声音跟他走 那就不是主的羊 知道吗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 我们为什么一直跟着主走 因为我们是主的羊 那主按着名 把自己的羊叫出来 对不对 然后后来说 我羊不是最倦里的 我会领他们来 同样耶稣说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一样 跟犹太人一样 我们都是神按着我们的名叫我们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怎样 跟从他 那这就是摩西的祷告 摩西的祷告 神你按你的名认识我 那我就在你眼前蒙恩 那我们就求主 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他 那主说 我要行我的恩慈在你面前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你 我要怜悯你 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 欢欢喜喜的跟随 因为接下来是要进迦南地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 神就跟摩西讲 34章 他说你找出两块石板 跟先前摔碎的一样 那神说我要重新 跟上次一样写字在上面 意思就是神要跟 以色列人怎样 重新立约 重新让他们知道这个约 重新声明那个圣约 第十节说我要立约 知道吗 好 第二节 他说你预备好了上西乃山 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然后第三节 谁都不给你上去 然后所有的人 包括深处都要远离这个山 知道吗 远离这个山 好了 那么这一次百姓就很乖了 知道吧 百姓这一次就乖了 知道 就是摩西就找两块石板 清朝清晨起来 就照神吩咐上去了 好 第五节 神在云中降临 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神前面讲我要宣告我的名 对不对 好 这里说耶和华耶和华 好 这两句话就是前面神讲的 我是是我是 知道吗 摩西问他说你是谁 神说我是是我是 那我们翻译就是耶和华耶和华 就是我是是我是 那么我是是我是呢 就是神是习是今是永是的神知道吗 那我们和华本翻是习在今在永在 其实他不是在 他是是不是的是 所以我们讲神永不改变知道吗 他是自有的也拥有的 自己是也永远是的神 我比起来喜欢用是 因为在比在讲存在 是是表示他的实质 所以他是永是的神 永远是是的神知道吗 因为他是真理 他真理从他而出 好 那么呢他就宣告 然后再来讲他是有怜悯有恩典 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前面有讲我要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讲神的慈爱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有丰森的慈爱 而且有诚实 所以第一个是讲到他是慈爱的神 慈爱跟信实不可分知道吗 所以神是守约施慈爱 守约就是信实 那信实这个字我们了解一下 信实呢 信实就是一体的意思知道吗 信实是一体 所谓信实就是说 上帝跟你共同承担 你信他 他就给你 他就为你承担知道吗 就是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这叫信实 所以夫妻之间呢 最要紧的是什么 信实 没有信实就没有爱知道吗 没有信实就没有爱 没有信实就没有爱 懂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如果一个丈夫说 其实我很爱你 可是在外面却还有一个人 那这样有多爱 那这样有多爱 没有信实就怎样 没有爱 有任何访言就没有爱知道吗 因为他把爱破坏掉了 破坏掉了 守约才能吃食爱 所以在上帝的话里面 怜悯恩典 慈爱跟信实是放在一起的 信实是一种承诺 上帝说我要怜悯你 那你信得过他 他怜悯你 我要恩待你 你信得过他 他要恩待你 知道吧 那至于上帝的公义怎么办 上帝自己做 你要知道不是上帝不公义 上帝说你信得过我 那我恩待你 我怜悯你 那你的罪呢 我儿子替你承担了 你的责法呢 我儿子替你承担 所以上帝还是什么 公义的 只是不把罪归到我们的什么 身上 所以信实跟慈爱是讲上帝来承担 然后把恩典跟怜悯给我们 然后呢 所以他讲为千万年是存留慈爱 赦免 慈爱 赦免 罪孽 过犯 罪孽这个字比较特别 罪孽这个字呢 就表示 我们 我们生下来就有的那个 罪知道吧 或就有那个恶 知道吗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就以生寄来的那个恶 知道吗 圣经不讲人本善或本恶 因为人里面就有善跟恶 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因为神造人就有那个善 但人犯罪人就有那个什么 恶 所以我们里面是善恶 存在的 所以上帝说我要赦免 那个罪孽跟过犯 过犯跟罪恶 这是后面换做出来的 好 那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乎即止直到三世代 这是讲上帝的公义 知道吗 上帝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 无罪 因为他是公义的 所以他不能够有 但是呢 他说 必追讨罪 自乎即止直到三世代 这一句话 跟千万人存留慈爱 那么呢 这两个是一个对比的 一个是讲到上帝的慈爱 非常大 非常深严 一个是讲到上帝的公义 非常短 知道吗 这是要来 要告诉人 上帝喜欢吃慈爱 而不是什么 一直抓着公义不放 能懂这个意思吗 上帝喜欢吃慈爱 但他又是公义的神 但是他希望他的公义 可以说到最短 知道吗 但是他不能过疑 不能说你有罪 我就当你无罪不行 所以他万不以有罪的 为无罪 为无罪 那么呢 他一定会 为在当中 为在当中 施行 施行他自己 他自己的 宣告他自己这个奇妙的名 好 所以 神在这边呢 向摩西宣告了他的名 他的名 那我们再看一节 比较清楚的一节 是 这个生命记 第五章 好 前面也可以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 出埃及记的第 第 第 二十章 前面讲过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对不对 这边讲 我是忌邪恨我的 追讨他的罪 自负极止 直到三世代 所以要记得 这个都是在讲那个上帝 上帝即使是希望 持爱待我们 而不是公义待我们 一直强调这个 但是我们不可以有侥幸的心 以为患罪没关系 知道吗 上帝一定会追讨罪 那为什么说 自负极止 直到三世代 要记得 罪会影响 了解吗 罪会影响 不是说你儿子 要去背负 父亲的罪 不是 是会影响 会影响 这影响是必然的 你想想看 假设有一个父亲 父亲不务正业 对不对 他影不影响他的下一代 影响 一定影响的 一个父亲 他如果 常常讲不好听的话 会不会影响下一代 会 因为他会 直接记忆进来 然后那个样子 那个品性 那个作为 直接进来 还有我讲的 人的心会受伤 知道吗 人的心会污秽 所以在这边 神告诉摩西 摩西一方面 一方面看见上帝的荣耀 从他面前经过 一方面知道上帝 是大有恩典慈爱跟怜悯的 那他一方面也看见上帝是什么 公义的上帝 所以第八节摩西急忙糊糊下败 那他又想到一个最怕的事是什么 他又怕百姓得罪他知道吗 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 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所以摩西马上 马上又 摩西警截性很高 警截性很高 他一想 哇 还是要当心 因为神已经跟他讲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你们刚才要问这个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警醒的心 摩西很警醒 你可以看到摩西很警醒 上帝一讲到公义的事 他马上怎样 急忙糊糊下败 急忙糊糊下败 因为他知道这一群百姓不好带知道吗 这一群百姓不好带 这一群百姓既然印着景象 那很快就会再怎样 犯错 又得罪神 所以摩西还是赶快跟上帝求 你要跟我们同去 然后赦免我们 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所以神就跟他讲 我要立约 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先前未曾行过的 那外邦 刺猬的外邦人都要看见我的作为 我像你所行的是非常可畏惧的 那这些事情都发生 都发生了 所以在进迦南地的时候 迦南人就怎样 就怕了 就怕了 所以耶利哥城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他们非常害怕 因为神在百姓的当中 祂显出祂跟这一群百姓是立约的 显出祂在这一群百姓的身上 行出奇妙的事情来 其实是非常奇妙 你想想看 近两百万的人 在旷野待了四十年 竟然还活着 想一想就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呢 那神就跟他讲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 我要从你面前 连出这迦南的六祖人 所以神就跟他讲 我的话你们要谨守 第十二节 你们要谨慎 不可跟那地的居民立约 不可以跟他们立约 什么约都不可以立 要不然他们会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网罗就是成为你的什么 弹角石里面的障碍 知道吗 里面的重担 就跟你身体里面的那个疾病一样 知道吗 没有除去的疾病 然后十三节跟他们讲 他们的祭坛 他们的住相 他们的木偶 都要砍下来 因为人就是很容易被谁啊 照着血知道吗 照着血 上帝说那些你们都要砍下来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法是祭邪的神 名为祭邪者 分别为圣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祭邪 神是至圣洁的 至圣洁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容许不了一点点污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无尘事是什么 没有一点点灰尘 对不对 所以神既然是圣洁的 那就没有一点点什么 污秽在当中 所以这叫神是祭邪的神 是专一的 是归 这个也不是排斥 他只讲出事实 对不对 因为如果其他都不是神 那很多人去拜 那上帝要怎样 简单讲就是说 你跟你的孩子讲 我是你爸爸 你不能说世界上的 看起来都差不多 这不行了 就是他讲的是事实 神是要人知道说 只有我是神 这就是一个事实啊 对不对 那人去弄那么多神 那这个让人心败坏啊 那人 人已经是罪人的 已经必定死了 那又去做这些事情 那就怎样 那就没有得救的机会 对不对 那如果上帝真要救人 要人知道什么 那些是不对的 那些是假的 那我们想说 回到现在的世界来讲的话 那有些是基督教的国家 有些不是 那不是基督教的国家的话 那当然他信的是神 那 那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 是应该是去打破他们的这些的信仰 所以要紧的就是那些自称是基督教国家的 要有一个基督 基督徒的样子 这就是难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是基督教国家 那我们又没有基督徒的样子 那就很难了 难处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来讲的话 印度疫情是很厉害的 然后呢 美国他其实 他对这个 他的疫苗的话 他其实存量很多 可是他并不会把这个 他多余的疫苗 遇到那个印度去 对啊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对不对 那旁边的人一看 基督徒是这个样子 那就蛮麻烦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怎么帮助孩子 灵变地 就是他们会有时候会失望说 那为什么都没有爱 所以我说啊 你看摩西在这里 其实他也很苦啊 对不对 他一个人对上帝这么认识 可是呢 下面那六十万人呢 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说 人 我们基督徒一直学的功课就是 等候 忍耐 让上帝的作为彰显 我们一直在学等候的功课 等 我们只能 我们只能在上中 祷告 等候 上帝作为彰显 不太容易 不容易 对不对 我们都在等 我们都在等 孩子我们有一次告诉他 有些要等 然后为他祷告 祷告求他有经历 因为他有认识才行 所以他如果有一些质疑 那我们就跟孩子讲 我们一起为这些事祷告 那我会跟上帝求 求上帝让你有经历 因为没有经历他就很难嘛 那我们只能求有经历 有认识 有明白 有体会 我自己可以看一下 我自己认识神 其实是 很多点 就是说 从完全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神 然后认识神 其实很痛苦 是痛彻心肺 才有那个精神 怎么说会很痛苦 就是经历一个失败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我的认知全都错了 然后就自己很多东西就被打破 对 就是说我们原来 还不认识神 我们以为对的 我们都已经建构好了 对不对 那最后发现什么 这些都要拆掉 都是 都是不对的 接受一下 打破原来的价值观 去接受一个情的价值观 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就是有一些经历 刚好有些经历觉得 原来全部都错 对啊 原来那个才是对的 其实连那个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他原来以为他是 他信的也是对的哦 他也是信耶和法神 对不对 但是他会知道说 我信的上帝是对的 可是我的整个信是错的 蛮特别吧 蛮特别 他认识耶稣才知道原来 哇 原来他从小到大 努力读的圣经都怎样 都错了 你看看他打击多大 那他为什么有这种体会呢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恩典 恩典上帝的恩典一光照 你只要把耶稣 耶稣的位置弄对了 后面就对了 就是一个关键 关键对了以后就发现 就很清楚前面错在哪里 因为那关键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们就一直认为我们是对的 就是那个关键点 你跟那个十九时间 我要问一下谁就恩败谁 怜悯谁 最后怜悯谁 那是不是就是把上帝的 上帝是主我们是谱 就是这个 关系位分弄清楚 就是神是在上面 人是背景权的 因为我前几天是跟一个 也是民间信仰的 因为刚刚你说跟民间信仰不一样 民间信仰是我今天我去选择神 我选择我地位的神 是我去选 所以是我要选择谁 就选择谁 可是基督教是反应过来 是神要选择谁 就是我要神是有主权的 他先宣告他的位分跟他的主权 就是他的主权 就是他可以恩败谁 是他决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是被拣选被恩败的 我们是没有 我们是回应 对啊 我们不是我们去选 因为本来就是神比我们大 反正就是大的选我们 对啊 所以这个独一心就出来了 那如果我今天我可以选很多神的话 他们还是等 他们还等着让我选 好像我是王 我要选被独一样 所以那是一个主仆关系啊 这是我当时对他讲的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民进戏啊 不用只信你的 他觉得好多陪神 有不同性质的来服务他 我就说 那神服务你 他还是神吗 他就是你的主人了 是我们去服侍神 神是我们的主人啊 这是一个主仆的关系 谢谢 所以我们常常其他的信仰 你弄到最后 你会发现真正谁在做主 是自己知道吗 自己 我们都希望造一个东西来听我们的话 知道吗 表面是你听他的 但事实上是你在怎样 你想要操弄他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边 我们要记得 神是记写的神 这句话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 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那罪要记得 罪的罪不是人设立标准 知道吗 罪的标准是上帝已经放在我们的心中的 已经放进来了 已经放进来了 所以不是外面的法律规定才算 是罪的标准已经放进来了 那罪是什么 罪在新约讲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 知道吗 所以罪是人已经照神的形象样式造了 所以人应该活出上帝的荣耀 所以人没有活出那个荣耀就是罪 所以罪还不是消极的是犯错 知道吗 我在讲 我们一般认为罪是犯错嘛 对不对 是过犯嘛 是做不对嘛 是不是 罪是消极面而已 罪有积极面喔 罪的积极面是我们 不是只有不犯错 我们没有活出神的 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要得着的 我们就是罪了 所以罪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不当行而行 一个是当行而不行 我们一般讲罪是不当行而行 对不对 但是不是喔 圣经的罪是当行而不行 也是什么 罪 罪 比如说你应该爱你的妻子 你爱的不够也是什么 罪 你不能说我又没有对你不好 但上帝说你对他不够好 了解吗 所以你只能说上帝啊 求你选出你的这个什么 作为来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对妻子真的很好 所以罪是这样子知道 罪是亏欠神的荣耀知道吗 不是只有犯错做不好 亏欠上帝的荣耀 你没有显出神的荣耀来 也是也是罪 所以当行而不行 是我们常常忘记的 我们人比较消极面 但圣经不讲这个 圣经不是不讲 圣经不是指这样讲 圣经有个积极面 有个积极面 所以神是一个记写的神 你说我认识上帝啊 我不来见他 不行喔 我们会讲你一年要三次怎样 超见神喔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 第四五节 只怕你于那地的居民立约 百姓就随从他们的神 行邪饮祭祀他们的神 有人叫你 你便吃他们的祭物 所以就吃他们祭物 意思就是跟他们一起祭拜 一起敬拜 敬拜 然后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又叫你们的儿女随从他们的 哇 这样子就怎样 这样整个就行邪饮了 然后接下来就会铸造神像 所以神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 但是这实在 人实在很奇特 上帝讲得这么清楚 以色列人怎样 就召唤了 所以这表示说 我们人的一个罪性是 跟环境妥协知道吗 我们会跟团境妥协 神是祭邪的神 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跟环境妥协 跟环境妥协 所以人的败坏的开始就是妥协 其实应该是先讲松懈 神说你们要谨慎 谨慎 你们要谨守 对不对 那你不谨守 那就松懈了 对不对 你不谨慎就怎样 妥协了 所以 松懈 然后接下来就是妥协 那接下来我们就被他绑住了 就变成网罗了 就堕入那罪的捆绑当中了 堕入罪的捆绑当中 那后面就麻烦大了 就会在当中大大的得罪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 要谨慎 要谨守 就是记得就是不要松懈 不要松懈 松懈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那是真的到了这种情况 哪 真的到最后 就是已经都陷入网络 认罪悔改 悔改就是唯一的出路 悔改就是唯一的出路 其实我们看就是说 基督教跟我们这个传统的思想 有一个对比 说我们的传统的话 很多的圣贤的话 说人性本善 可是对那个基督教来讲的话 人生来就是有罪点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对于孔子来讲的话 他是说 己所独于物事于人 可是对我们基督教来讲 华女士 你要人家怎么对比 你要先这样的对别人 这都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 一个对比 很明确的对比 对我们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我们都是基几面 能够做到消极面 对人来讲已经不容易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属神的人是积极的 所以这边我跟大家提的 不要消极 消极以后就会松懈 松懈以后就会什么 妥协 我们要积极的 积极的是谨慎 持守 所以我跟大家提过 大卫就是松懈嘛 对不对 人家都出去打仗 他还在王宫里面睡觉 他睡觉就会出毛病了 所以松懈是一个 所以松懈是一个 一个 我们就给肉体 给肉体 绑住了 绑住 好 十八节 守除孝节 我们知道除孝节 就是要守余月节 余月节 所以守除孝节七天 因为这个是雅比叶 就是神定的一年的开始 那么第十九节 投生的是属神的 所以投生的都要给神 都要给神 牛羊要给神 驴要带属 儿子要带属 谁都不可空手朝见神 这边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记得什么是属神的 所以为什么叫不空手 就是你总要知道什么是属神的 要带回来给神 带回来给神 所以这里 以色列人朝见神的时候 不可以空手朝见神 所以要带着 要把神的归给神 要把神的归给神 所以神在这里 吩咐以色列人 告诉他们 上帝所吩咐的 结集他们要守 属神的要归神 那上帝看中那个投生的归神 那么牛羊归神 那么驴你要带属 投生的儿子要带属 所以耶稣也一样有献那个什么 班旧对不对 也是一样献 好 二十一节要守安息日 然后呢 这一个六日做工 第七天要守安息日 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这个是对人一个挑战知道吗 你知道收割差一天可能就会怎样 人就会觉得很损失对不对 但是上帝说你要安息 所以你要信得过他 信得过他 那么出手麦子的时候守七七节 七七节就是五行节 对不对 七七四十九 隔天就是献出手果子 就是五行节 然后年底收藏节就是祝蓬节 所以除孝节五行节祝蓬节 他一年要三次去怎样 朝见神 所以以色列人上帝跟他们讲 你们一年要三次来怎样 朝见神 一年要三次朝见神 他们要守这个五孝节五行节 跟祝蓬节三次朝见神 那么以色列人这个地 上帝给他们的地也不能太大 知道吗 要不然你每一次朝见神就怎样 走很远 走很远对不对 但是以色列人如果照上帝的吩咐的话 那你想想 神让耶路撒人也摆在以色列 算相当中间了 然后北边南边的 东边西边的 都要去朝见神 那神跟他们讲 你们一切的南丁 一年要三次朝见 主也要法以色列的神 那上帝说我把外邦人赶出去 扩张你的境界 那么你不要害怕 你去朝见神的时候 不要怕人家来攻击你 来攻打你 所以这是一个神给他们的一个保证 二十五节 你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跟有效的柄一同献上 记得你献给上帝的环祭里面不能有效 不能有效 然后一月节的祭物不可以留到早晨 因为神告诉他们 要全然的献上 地理出手的要先给神 然后又加了下面这一个 不可用三羊膏母的奶煮三羊膏 以前的人可能有这种方法 但是上帝不要他们做这个事 所以这是一个神给他们 在这个吩咐里面呢 一个很特别的几句话 来让我们去思想上帝要的 好 那我们回想一下 前面讲的你要去见上帝的时候 前面这里写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神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上帝我已经照你吩咐的都做了 对不对 现在没有啊 我都做了 不行 你不能空手什么 朝见神 你要比上帝吩咐的更有心 知道吗 懂这个意思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常常心意不够 所以你要比神所吩咐的更什么 有心 好 更有心 然后第二个 你去朝见神的时候 没有人贪恋你的徒弟 这里讲什么 你要放心的去 你不要一直挂念的说 你的家会怎样 知道吗 不要担心 不担心 第三个 不要用三阳高母的奶酥三阳高 你跟神献上这些出手的 这是一个感恩 对不对 感恩 但是感恩之后 人要有一个界限 那个界限是什么 你仍然尊重一个生命之间的关系 你仍然尊重生命的关系 所以这边呢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感谢神以后 仍然带有那个慈心在那里 知道吗 因为三阳高已经给你吃了 你用他母的奶来煮他 这显得人没有慈心 知道吗 没有慈心 所以这些吩咐里面 最后的一节 都给我们做一个思想 我再重新讲一次 这些吩咐里面呢 神最后的吩咐里面 第一个讲什么 第一个讲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上帝啊 我把你丰富的我都带给你的 对不对 那我都有做了 那这一次我是什么 空手来 不行 你要 你仍然要怎样 更有心一点 因为上帝恩待你 要能够更感恩一点 更知道 这是上帝的恩 不要做到最后说 上帝我都有给你了 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感恩 第二个呢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说上帝你 你这样叫我一年 三世朝见你 那万一怎样 万一怎样 你不能担心 你要放得下心 安心的去见神 那就是说 在以阿战争的时候 他发到伯伯家 曾经有一次 对 确实是用他们 所安息日的时候去攻打 对 他们不是所安息 他们是用那个 赎罪日 赎罪日 对 以色列的 他们有一次 以阿战争的时候 他们就选中有一天 好 你这一天就是 守节的日子 我来攻打你 攻打你 但是 当然一开始 以色列错所不及 但很快 以色列还是得胜 这发生过 阿战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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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们献上这个出手的 比如说像我们民间的拜拜 老花就是 反正就是 拿着这些的供品去拜 然后拜完就拿回来 那这个 他们这个是 拜了以后就不拿回来 是什么 他们祭拜上帝的东西 简单讲有几种 一种是 方计 输罪计 整个烧掉 另外一种是 平安计 跟数计 就是你线上有一部分烧 有一部分留给祭司 有一部分留写祭司 归给祭司 那另外一个是感恩计 就是有一部分留给祭司 有一部分大家吃 有一部分可以带回家 给家里的人吃 它是有分别的 这个在立位计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不太一样 要跟他献祭的种类 有关系 请问一下第二十节说 用驴 驴要用羊羔带 是不是驴 比较不值钱吗 比较值钱 比较值钱 驴比较值钱 对 哦 是哦 对啊 对啊 所以人比较值钱 不是比较值钱 比较重要 所以你不能把人杀了 人家是头生的驴 第二十节 对对对 你要用羊羔带 头生的儿子也要数出来 对不对 那你儿子要用什么去数 对 因为驴的话 在以前的话 他是要把他工作的 对 那驴的话 那本来就是 通常是跟他的繁殖力有关 对不对 驴的话可能很久再繁殖一头 如果驴也跟生老鼠一样 那就不值钱了 就到处都是驴子 没有养过驴 扩张境界 他这边有没有特别的 比如说你要 我要到你面前赶出外方人 扩张你的境界 就是说他们 就是神会带领他们 慢慢让以色列的地 达到上帝要给他们 对 因为神后来会跟他们讲 他把外方人 加拿人赶出去不是一次 他是慢慢赶的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要能够不担心 然后要记得我们 献上献祭感谢神的时候 这些都不要 都要有一个恩慈的心 要记得出手的是属神的 出手的 从宗教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站在以色列的观点来看 他跟周边国家 战争的时候 他有掠读一些土地过来 但是那些土地的话 那根据这些 一般的国际观点还给人家 可是他把它当作东西 局一直都不管 是因为那些是属于迦南地 所以他们认为这应该就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是这样 这种是很难算的账 很难算的账 对不对 因为住在当巴勒斯坦的人 会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已经住了很久了 对不对 那以色列人说这是我们的地 因为很久很久以前 你们把我们拿走了 所以你要算到哪一年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 上帝说这些都是我的 我要给谁就要给谁 所以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的人 果跟果之间常常会炒 炒这个地是我的 这个地是你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要去看 最先是谁的 那其实这些 这些只是用来 炒炒 叫做什么 争炒用而已 国际之间还是 谁有本事占了谁就拿去 国际上不是这样嘛 但是以色列这个不一样 这个上帝说全地都是我的 我就这块地要给你 所以以色列 现在那个 以色列好像不知道哪个阿拉伯国家 签订了什么合体 那种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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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那些人为了要 投为之间的合体 还是说他们对 对他们 甚至给他们的那个 议许他们 没有像 早期那么 那么坚持 就是好像他们开始有 慢慢的 要签 他们现在 现在跟巴勒斯坦 跟这个周边的国家 开始签一些协定嘛 就是说以色列这样 从1948年到现在 已经过去70年了 所以他们也慢慢觉得 在这样子下去 也不是一个 因为这样子 一直活在不安当中嘛 那彼此之间也到了一个 相对性的平衡 所以他们最近就比较 希望是 可以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 如果是让彼此冲突 继续下去的话 其实犹太人也 是皇不圣皇 所以从和平来看 这也是神的幸福 其实对我们 基督徒来说的话 基督徒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 人跟人之间和平 和平 因为和平 然后希望人 能够认识神 可是以色列 他对像那个 伊朗的话 因为伊朗还不放过他 那以色列人 我们是题外话 不过以色列最害怕的 就是毁灭性的武器 就是说你如果 只是用一般的 一般的传统性武器 伤害还小一点 但是伊朗如果真的 有核子弹 那就不得了 就不得了 因为一个核子弹下来的话 哇 那个 那伤害是 是相当难处理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27节 上帝说这些话 你就要写上 写上 这是因为我给你 重新立业 所以上帝就把 约里面要紧的 重新吩咐一遍 那第28节 摩西就在神那里四十昼夜 不吃饭 不喝水 然后呢 上帝就把这些要紧的话 在这四十天里面 跟他吩咐了 因为后面 后面他就会继续讲 继续讲 好 最后这一段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下次会继续 从这一段开始讲 就是 摩西下山的时候 这时候跟第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他脸上怎样 有荣光 有荣光 那这荣光是看得见的荣光 因为神跟他 这一个面对面说话 神的荣耀从他前面经过 所以摩西就有了什么 荣光 那荣光以后百姓看到摩西 连亚伦都害怕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会怎样 那么呢 所以摩西跟他们说话 摩西就把那个用帕子把脸遮上 遮上 然后跟以色列人说话 就把帕子盖上 那么跟神说话 就把帕子掀开来 掀开来 这是一个摩西的特别 上帝给他特别的一个经历 但是这个荣光会慢慢退掉 慢慢退掉 好 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 使徒保罗说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一的执事 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而十二节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将会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会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 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出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好 那我们下次讲这一段话 就是这个荣光 这是属灵的荣光 属灵的荣光 那旧约在这边讲 摩西有这个荣光 是一个预表 预表将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见到基督以后 在我们身上都有这个荣光 有这一个荣光 所以一个基督徒呢 他应当让人看见 他生命中有这一个荣光 这个荣光 那这个荣光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我们只是那个镜子 知道吧 就是上帝的光 借着我们反射出去 这是我们下次再来讲 这个荣光 那有这个荣光的人 是心灵里面真的自由的 这个我有点惊艳 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还没念书 因为六階段居上的时候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教会 那因为他有时候会发唐过 小时候我们家也不行 但是我也去 但是我一注意到里面的 包括那些的牧师 还有里面那些的信徒 我那时候感觉就是觉得 他没有荣光 我很小但是我有这种感觉 我没法解释 但是我有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这里所讲的荣光 我们下次继续仔细看一下 当我们的心 你知道我们要反射主 对不对 那我们必须要怎样 很洁净才可以反射主 很洁净才可以反射主 所以我们下次来看 这是心灵的部分 我听确实对摩西呢 也比较深的一个了解 以前都觉得 他其实也只是一个犯犯 摩西不得了 他的心很谨慎 你有没有看见 上帝一讲什么 他马上知道 要回应什么 他没有说 哇 还很大 那边很开心 哇 我看见上帝了 对不对 没有 上帝说 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马上怎样 马上糊糊喔 你在警醒吧 对不对 他很警醒 基本上他是非常警醒 他不会得意忘形 知道吗 要我们 我们就怎样 我们高兴过头 我们常常会高兴过头 知道吗 就忘记上帝警告我们的话 摩西不是 摩西真的很谨慎 上帝说的话 每一句话他就很谨慎 所以今天后面这段话 我跟大家提的就是 上帝让以色列知道 跟他立约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那立了约就要谨守 就要谨慎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常常很软弱 不当心 我们就会剖邪 我们就会松懈 我们就会被网罗卡住 知道吗 那不要忘了 我们只有一个悔改 只有一个悔改 那上帝要我们 来到祂面前要有心 让祂面前不要担心 那对上帝所赏赐的 总是要有一个 慈爱的慈心在那里 这样子 神希望我们变成一个 对人有怜悯 有恩典的人 有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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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帝看我们的心 好 好 因为他前面讲的就是从 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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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 然后他就 然后后面又二十八节 说这是主祷界 写在这两块板上 那这个实界跟原来 第一次的实界 是一样吗 一样 一样 上帝原来同样写在十界 但是其他的话 摩西日后他要写在 写在以色列人的 写给以色列人看 那我就不知道 他是写在普早词上 还是什么 那显然是 显然那些东西不会长久 摩西没有把这些话 刻在石板上 但如果刻石板 可能要刻很多 就是 但是古代的人都是写的 那上帝说 这个到生命记的时候 不是生命记 耶稣亚记的时候 他有讲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对不对 表示他有个律法书 有律法书 对不对 那这个律法书是羊皮卷 还是葡萄直卷 我们不知道 有很可能是羊皮卷 所以表示摩西后来 有把它写下来 然后告诉耶稣亚 可是这很难想象 因为在三千多年前的话 其实文字的表达能力情话有限 它能够这样子做到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对啊 所以以前的人 写下来以后要解释 解释 像我们 我们的文字也是一样 早期的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 长篇大论的写 不会 因为以前写一个字要写很久 所以字要用最精简的字来写 对 我们现在写很快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写很快 但是你不要说现在你写 用毛笔给你写你就知道了 那就不容易写了对不对 那在毛笔之前没有 要用竹刻的时候呢 好啦 那你看你要写多少字啊 如果要用竹片去刻 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 用最精简的字来表达 所以意思是说 怎么写那些文字 他们那个时候 有这种表达能力 确实也不简单 文字上面 有 我们去读 中国三千年前的上书跟诗经 也是一样有 它有它的表达能力 也是有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他们文字的内涵都是比较丰富 比较丰富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实在是大有怜悯 大是慈爱的 虽然以色列的百姓 这样得罪你 你仍然在当中 愿意赦免他们 我们也看见摩西怎么样的跟你同行 我们从他的身上 我们就看见 主啊 我们之所以能够跟你同行 只是你拣选了我们 你按我们的名 认识我们 我们在你眼前蒙了恩 我们是被你所认识 所拣选 所复杂的百姓 让我们就本着这样的恩 能够有谨慎 有谨守的心 来跟随你走 有感谢主 虽然我们在世上 我们仍然面对许多争战 但感谢主 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你总是以我们同在 总是在当中不断的开启光照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 我们都紧紧的跟随 感谢主 是你爱我们 你眷顾我们 谢谢主 也赐福给众弟兄姐妹 保守 眷顾我们所挂念的家人 和我们所爱的每一位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